這個點火實驗它有一定上歷史上的意義 它應該是說我們國內的載軌航天器 包括衛星包括載燃空間站首次的點召氣體的火焰 在地面上燒一個蠟燭它會受浮力的影響所以這個火焰會晃動 造成了我們在地面上會看不見一些需要的現象 所以造成了我們會去尋求像自由落體環境或是空間站這樣的環境 去形成一個教科書般的理想的火焰 在太空中做燃燒相關的實驗首先是對空間站 也就是一系列國家規劃的載燃航天器 它的防火問題進行更深層次機理的探究 然後另一個大的方面是我們從地面上 以及所有航空跟航天上所有跟燃燒相關的能源系統 動力系統裝置去做一些更底層的理論支撐 空間站燃燒科學實驗系統是一個可擴展的 綜合性微重力燃燒實驗平台 通過載軌更換實驗插件支持開展 氣體、液體、固體類燃燒實驗 我們的資料 Teil 跟機構燃燒 我們走在這周公安 我們走在八千 savoir 支撐器 我們走在二手裡 我們走在八千日的經過 然後一起走來 我們走在三千日的那裡 在三千日的季節